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7日 今天是星期一 我們繼續跟大家在星期一繼續揭露今天的時事 我們有個壞消息告訴大家 壞消息就是我們的後備頻道同樣出現了問題 我們的後備頻道同樣地的盈利功能是被暫時停止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狀態 就是我們的免費模式是根本不能運用 無論是我們的主頻道 還是後備頻道也無法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這個對我們本台來說 對我們的營運當然造成很大的打擊 有個好消息就是我們決定 既然在這個狀態 我們就是索性等於開放節目 我們無論是主頻道也好 後備頻道也好 由於主頻道已經恢復上載功能 所以我們 即使 沒有了盈利戶口 沒有了廣告 我們依然將節目上載到主頻道 好讓大家 繼續 能夠收聽節目 大家就變成了好像是PBM account 變成了沒有廣告 希望大家 可以的話就記得真的要幫忙 因為我們真的出現了很大困難 連後備頻道本來有少少的廣告盈利 也都將它停止 我們現在只能夠 目前的營收 就是取決於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也請訂閱了Patreon的 朋友請去看看 到底會不會 Patreon系統將你登出 因為我們收過很多個 聽眾告訴我們 他訂閱了Patreon 他的Patreon系統會自動彈出 希望大家可以檢查一下 好 當然 本來也有想過會不會放假 但是我們也 覺得每天做時事 跟大家立即講時事和分析 成為了我們的 責任的一部分 也是一個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也是 會繼續 跟大家繼續討論時事 不過我們會將 一部分的節目 放在Patreon 也會回贈Patreon的用戶 希望大家注意 也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幫忙支持 我們這一節回來研究就是這個 大名鼎鼎 叫做中國雙飛 C919 雙 不是起雙飛的雙 是商務的雙 這個 是叫做 中國雙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 由於中國大陸那麼久以來 其實 也是沒有一款自己製造的飛機 所以這一款叫做中國雙飛C919 曾經是中國大陸 國家級 重點支援 重點推介 的一款 是中國 自己製造的飛機 這架飛機 C919 主要的用戶是中國東方航空 他真真正正第一次試飛 就是在 2017年5月 他最早 向外界展示的時候 就是2009年 2008年的時候 他說 報稱 服役時間 就是由2022年 去年的年尾開始 結果 這個 是叫做中國雙飛 引來大量的小粉紅 跟藍絲 還有一大群 就是愛國藝人 這群愛國藝人最近華北水災 這群人變成核子潛艇 又是極度深潛 不見他們出來自己捐款 這群真是懂得賺錢的人渣 本來這隻叫做中國雙飛 C就是因為China 又或者是Commercial 所以就是C字頭 919就是因為天長地狗 結果現在真的是天長地狗 C飛了一段時間 現在近乎要被永遠停飛 這次真的是天長地狗 在網上關於C919 有著大量的資料 為甚麼有那麼詳細的資料呢 主要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跟福建藍一樣 就是自主研發 所以中國大陸 做了大量的資料 以及文宣 在宣揚飛機有多厲害 所以 關於 唱好這隻C919的資料 相當相當相當多 跟中國大陸 的簽10 簽20 說到威武是差不多 結果是甚麼 大家心中有數 結果這隻 是國產 大客機C919 就是被人抓到 原來在用美國零件 我們也跟大家揭露過了 三腳插頭 電壓全部不是中國大陸制式 因為他的零件就是來自美國 結果 裝客裝了就是剛剛一個月 到了6月份 今年就是忽然之間 就是被停飛 現在的停飛真的是天長地久 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會恢復 有一個中國夢 爆破 中國大陸 經常都說有中國夢 但是他們每一個中國夢 經常都會爆破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在於這些 國家級推動的東西 實際上牽涉大量的政治 大量的政府資助 而當中 作為一個 極度貪腐的中國大陸 你去搞一個項目裏面是有大量的款項 可以被貪污 到最後就不是真的在做科研 因為 民間的生產技術 其實需要有一個 自由的世界 自由的土壤 才能夠做到 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無論在工業基礎 生產能力上面 都沒有辦法做到精密的機器出來 因為 你去生產玩具 貨品就可以 但是生產引擎 一些關鍵的部件 這些全部需要 很高很高的技術 真的好像練金那樣練習 如果 純度不夠高 其實所有的鋼材 練了出來也會變成無用 而中國大陸就是沒有辦法做到 關鍵的零件 所以中國大陸根本沒有辦法 憑自己 除了進口零件之外 是沒有辦法憑自己製造到 一架圓圓整整 由中國大陸 是由零 再去到生產零件 再去組裝 製造出來的一架飛機 中國大陸的戰機 也是一樣 中國大陸的戰機最主要就是在俄羅斯 買了零件回來 左撼右撼 再用很多奇怪的方法 將它們陷在一起 抄襲了俄羅斯的飛機 然後就當成是解放軍最新銳開發 的武器 他最強的不是他的生產能力 中國大陸最厲害的是他的宣傳能力 所以 吹到天上有地下無 這個就是大陸模式 結果C919現在 是被無限停飛 這個中國夢又爆破了 習近平 經常出來主張 一個中國夢 這個中國夢 爆完一個又一個 如同一帶一路一樣 最新的情況 就是這個 有份參與 C919的研發 北京 航空航天大學 這次就出事了 中紀委 在6日公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副校長 張廣涉嫌嚴重違法 違規違法正在接受中紀委調查 那就是 國產 飛機 飛上天的夢 正式破碎 連北京大學 航空航天大學 的副校長都需要 被拘捕調查 這個充滿著 契哥 俄羅斯的風情 俄羅斯 就是先後被踢爆大量先進的國防設備 原來根本不能運作 原來又是貪污 被人全部 貪了 到底什麼時候又會發生中國 福建艦 山東號 遼寧號 其實遼寧號已經出事了 一大群人又被全部 拘捕 你真的要問一個問題 到底中國大陸有哪一件事 開發的人員沒有貪污 我 就想不到 逢是有國家級支援的東西 就是有大量的貪腐 大量的貪污在背後 而 那些電動車 我相信是一樣 他有大量的做過官 跟著下海做生意的人 就是看中了國家 他們家對電動車有補貼 他們一定自己霸佔 整個產業 要賺盡一點錢 那些錢拿去貪污 到底交給你那件 的產品 到底有多少的成本 是變成了 他們貪走了 那些成本 就要將更加 次等 的物料 次等 的工程 再交給客戶 如果不是 就沒有辦法把 那架電動車 裏面 賺到那個盈利 拿走 跟做豆腐渣工程一樣 要貪走裏面的錢 沒有辦法了 唯有 就是鋼筋水泥全部偷工減料 所以中國大陸生產的東西 為甚麼 是沒有辦法 是成功 就是因為要貪腐 整個貪腐經濟學 令到他根本沒有辦法 做到真真正正能夠在市場 經過 正常的市場考驗 所以中國大陸一直的生產 只能夠生產就是廉價產品 說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早前 是牽涉在美國的間諜氣球風波裏面 而美國 也說 這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是支持中國政府 的監控活動 直接把整間大學列入黑名單 這間大學也是 是大大力參與開發C919 結果現在 無論 做幫哪邊行動 到最後 被拘捕的 也是中國人 這個就是大陸風情 美國間諜 拘捕的是中國人 中國間諜拘捕的也是中國人 所以真的有時 不禁要問自己的問題 真的做中國人 這裡說的中國人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許 做中國人沒有問題 但是 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就是一件非常之悲慘的事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記得幫忙支持 裝了Pine Network就按閃電鍵 也希望大家查一下Patreon到底有沒有被登出 希望大家 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希望10月份立即能夠回復免費模式 我們這一節說到這裏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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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reon